大家好,我是安然 今天我們做一道簡單開胃的小菜 手撕杏鮑菇 主要的食材有杏鮑菇兩根 小米椒,蒜粒,蔥,香菜 先將杏鮑菇對半切開 小米椒切成圈 稍微切小一點 蒜粒拍碎切成末 蔥和香菜切成蛋 蒸鍋中的水卡之後 將杏鮑菇放入蒸鍋中 蒸熟 八火蒸八分鐘左右 杏鮑菇蒸熟後冷卻到不燙熟 我們再把它撕成長條 好 杏鮑菇盡量的是小一點 這樣的話就更容易入味 吃完之後 我們將這個杏鮑菇中的水 將來擠乾 然後放入紅椒圈 蒜末 蔥段和香菜 鹽一勺 雞精一勺 少量的白糖 生抽兩勺 醬油一勺 醇醋一勺 在地上幾滴香油 將它們攪拌均勻 醬油一勺 這樣一道美味爽口的 小杏鮑菇就做好了 這個簡單一學又好吃 這個菜品 你沒有錯 吃雞的東西 吃雞的東西 我不能吃雞的,媽媽 放在這裡 你沒有錯 酒店 喝醉 喝醬油一杯 你沒有錯 喝醬油一杯